有兩種人可以在病毒中工作 第一種是八字重的人 因為鬼見仇 第二種是命好善的人 因為連九種來而我來 在病毒中不要亂說話 不要亂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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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 他會 死你 鬼言討案子 奔義 上集講到 什麼回事 究竟什麼回事 我帶了精魂手定 馬上擠著那些嬰兒說 你別動了 你不做工 我怎麼知道 看著兩個人吵起來 我馬上攔著他們說 你吵什麼 我覺得這件事很奇怪 明天我們問一下王叔 現在清理現場 怎樣做 前所未見 我們三個曾孫孔厚地收拾好房間 迅速地離開了品業館 你試一下 牛子突然間想起點 叫你吃飯 對了 剛才我在摸開關的時候 你們是誰推我 嚇死人 人嚇人沒藥衣 我說我沒有推 大廚也靈命頭說沒有 我們說 沒人說你 開燈之後你會看到 我看來你兩公尺遠的地方 還隔著桌子 難道我們知道瞬間移位嗎 那隻猴子的神情越來越複雜 隔了一會 他不肯贏回你的衣服 恭喜後果實 你… 阿非凡 你幫我看看 看我背部的右上角 有沒有一些奇怪的東西 我看得見 沒有 很正常 但我照顧過去 上上下下左右仔細看得像 沒有 真的沒什麼 那隻猴子弄你很不濕 你一口口出去說 那…那就好了 你們不知道 我在這裡找個開關的時候 我又覺得有人用力地在後面推了我 找個叉邊整個皮拍一聲撞牆 我還以為你們兩個死仔誰弄我 我和大嘴對望了 一時之間都不知道說什麼 那天晚上 我睡在床上輾轉反則心神不靈 總是覺得有些事未完 今晚發生的事 我實在找不出任何科學的解釋 而這個時候 我已經確信這個世界上 是有一些神秘的力量在這裡存在 或者是猴子魯莽 觸犯了所謂的快線 又或者是我們請來了某種 不應該請來的東西 畢竟扮儀館有很多 更何況 扮儀館在後面還有一座墳山 而雪櫃褲裡面 還擺著很多褲 無人認領死先 想到這裡 我心涼了 立刻跳下床 穿回好件衣服 把身上的衣服全部脫光 到二塊鏡左望右望 連腳底也沒有放過 確實我身上沒有任何奇怪的印記 才穿回衣服 穿回皮斗 後來我知道 那一晚 大嘴和猴子同樣失眠 也在鏡前邊做到一個自我的裸體檢查 結果 我和大嘴就安然入睡 而那隻媽媽 就沒有我們兩個這麼幸運 第二天 我在辦公室裡面看小說 說真的 我們公司比較清閑 一年只有兩三個月 愈來有點忙 其他時間基本上沒有什麼做 通常早上來公司就轉一圈 跟主管他們見面 即是說我回來了 之後基本上 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但這個時候 突然之間大嘴打到電話回來 他說 猴子出了事 我立刻問什麼事 大嘴叫我立刻過去 猴子出事 還要在殯儀館 還要在殯儀館 還是不要想到這動了 我立刻趕快去 又到了一帶 猴子 沒事 還生氣 我鬆了一口氣 猴子 你也不知道 那大嘴出事 我還以為你釘鬼了 嚇死我 說完之後 我一拳就打在他肩膀上 但奇怪 猴子今天 沒有像往常 就馬上反擊 反而是 哭嘴就說 唉 你掛了也差不多了 喂 怎麼了 是 這傢伙平時很囂張很囂張 懶得這麼大膽 怎麼了 你昨晚的事情嚇到嗎 這個時候 在一邊的大嘴不出聲 而猴子 一面虎想捲起自己的衣服 轉身來跟我說 喳 你看看右邊 蛤 我看到猴子的後背 右邊肩膀上出現一隻 類似手掌印記 這個印記很奇怪 不是很大 好像小孩子一樣 但是 又有兩隻手指 從位置上來看 應該是食指和小指 怎麼會這樣 我記得昨晚明明看過沒有的 那隻猴子呢 哭嘴就說 當時可能真的沒有 但是我回到家之後 就覺得被那樣東西推完 就像周身不聚在那樣 於是 於是 就想著中國糧 洗洗那些壞氣 哪知道 沖完糧一出來 對著鏡一看 那些壞氣又沒有洗走 反而還洗出了 我還馬上去打一批 小師傅 不知道是甚麼 我用手指輕輕地 按一下就問 喂 疼不疼 疼不疼 什麼感覺都沒有 但是咬大腿不脫 後來我洗了好幾次 把皮拔掉了 也是這樣 我向著死手人看一圈 接著就問大豬 喂大豬 王叔呢 這件事他知不知 王叔我上山收份 這件事我早上去說了 那他怎麼說 還可以怎麼說 說我們晚晚晚了 十有八九請的鬼上來 現在我們唯有等他下來 聽到這樣說 我們三個都不知道怎麼辦 唯有貓在院子上 一路報宴 一路等王叔回來 王叔離院見到我們 就大罵 喂喂喂 你這三個臭小子 是不是不要命 有什麼不好玩 半夜三家人在這裡玩 猴猴一見到王叔回來 馬上好像見到九星 立起衣服對王叔說 王叔呀 你回來就對了 你快幫我看看 你看看這是什麼 王叔是甚麼 嘩 這是 不知是凍還是害怕 王叔整個身體震騰騰 震得很誇張 寶叔 你嚇到麻糟 不是那麼嚴重 王叔閉起眼 又仔細看著看 王叔背後一隻獎人 就說 唉 這一個 是肺老仔的手印 他幫猴猴 拉上衣服下來 對著大嘴說 這隻臭 還沒有了三隻手指 你知不知道是誰怕他 我怎麼知道 馬鈴在一邊 就急著喘喘跳 王叔 你不要賣關子 究竟是啤梨 你快點說 是死人大嘴的 知道什麼嗎 王叔 就夾在耳朵的煙蚊 在大帽子上 在那邊就彈一彈 接著就說 老實跟你們說 在兩個月前 有個小孩出車禍死了 當時 是你去遮他回來的 你不記得了嗎 大嘴一聽 謊言大悟 哦 我記起了 接著 他指著猴子問王叔 你是說猴子背上那個 是那個 那隻腳 應該就是了 馬鈴一邊聽 一邊很不明白 就說 蛤 喂喂喂 喂喂 你們不要賣關子 到底什麼會死 什麼小孩 大哥 說清楚好一點 馬鈴不明白 但是我大概知道什麼回事 因為那天 帶了他去屍體的時候 我正好也在這裏 所以就跟上去看燕樓 在他我們鎮五公里左右的地方 一座山叫客山 客山緊繞著一條角度 這條角度 經過客山的那條路段 就不太乾淨 自我董事之後 就經常聽到這段路 整天都出車禍 怪異的是 至今為止 所有車禍的車輛 幾乎都在同一個位置 而我在交警那邊做事的朋友 就說 在他們統計的車禍數字當中 近百分之九十八都發生在這個位置 如果說這條路彎彎曲曲 那些斜坡很多就算了 但是天邊這一條 是一條直到不能再直的路來 而且路面也都很平整 沒有一些坑坑的位置 車禍出現得也都很離奇 不是翻側就是打滾 或者四腳潮天 而這次車禍也是完好 並沒有發生爆炭 或者其他異常導致翻車的事故 而就是這樣 平白無故出了這麼多車禍 當地人都知道這個地方很詭異 雖然這個地方望裡很平 但是車禍開到這裡的時候 都不自覺地會放慢車重 因為大家都不想去到有事 而通常出車禍的都是外地人 我記得那天下午三點多鐘 我和大咀就在殯儀館外面打羽毛球 正在那裡激戰 副所長就突然跑過來叫大咀 說交警那邊打電話過來 說嚇山出了車 是一部中型巴士 當場死了個小孩 叫大咀立刻過去 我和大咀去到現場 一堆人正在圍觀 那一步出事的巴士 橫臥在馬路中央 傷者已經被送往醫院 周邊散佈著玻璃水渣 和點點的血跡 旁邊放著一具小腦屍體 長半身被衣服蓋著 露出了兩隻血跡單單的腳 那條褲幾乎被撕裂為一條條的布條 隻鞋有一隻就不見了 頭部下方就滲出鮮血 一直流到路邊的排水渣 而這個小孩被抬進車的時候 我見到他 在玉模糊的右手脫下 三隻手指被壓得懶了 剩下的兩隻手指 就緊緊地靠著手掌 如果我沒有記錯 剩下的手指 應該是食指和小指 而貓貓後背的印象 正是一個有食指和小指的小孩掌印 但貓貓聽完這些 目定口哀 不知道說什麼好 我就說 這樣說 那天我們 那天我們馬上請來的 快醒 尤其就是那個小孩 我看了一看 這個時候他已經嚇到整臉都白了 王叔把手上邊的煙 啪一聲點燃了 接著我說 我想那隻鬼仔沒有什麼惡意 剛好被你們三個請了上來 覺得好玩 哪知道玩玩玩 阿貓貓把筷子弄掉了 可能嚇到他了 他想走的時候 就把貓貓貓撞掉了 扭下了你的印 聽王叔這樣說 那貓貓呢 臉色好喘 那些 我們看這個言憂心忡忡 於是他馬上就問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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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生命啊 會不會呢 做著香 燒些紙錢給他就沒事了 行不行 王叔沉默了一會兒 煮幾口煙力 行不行 你燒些紙錢給他就應該了 你這幫死仔 嚇到人家 都還沒跟貓貓說完 但最拍了拍貓貓貓就說 你別吵啦 聽著啦 王叔坦坦的煙灰繼續說 唉 至於貓貓身上的這個人 我都真的不知道怎麼弄他 王叔,這樣我會死嗎? 死死死死什麼鬼,當然不會 我不認識,有人認識 在土粒那邊有個老坑,姓黃 這方面的東西他很厲害 你們去找他,應該可以搞定 那隻鬼仔也沒什麼惡意 應該沒什麼,去吧 馬柳一下拉起大嘴就說 快去吧,快去吧,我們快去土粒吧 不要急著,燒一些東西,先給他英俊 不然就算了,你背部的手引醫好 他又會回來找你 馬柳聽我這樣說,一拍後面就說 對呀,大嘴,你拿些紙錢,玄堡,辣椒香 我們燒一些東西給他 還有,王叔,你知不知道那隻鬼仔現在在哪裡? 什麼東西? 那隻鬼仔,你看看 走啊 走哦 走啊 走到現在 在那邊的原來,為何人會開發 走啊 走